兔威西澳洲华人电台第二台 可聊之事 茶余饭后 每周四晚七点到八点 若涵与您空中相约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七点零四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茶余饭后 我是若涵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 若涵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 因为在节目当中 有请到的这样一个嘉宾 其实也不能说他嘉宾了 只是说他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 充当了嘉宾的角色 因为他呢 同样也是我们2AC电台的主持人孙桥 孙桥你好 哈喽你好 呀呀呀呀 质疑嘛 哎呀 当然了 今天孙桥来到节目当中 并不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啊 是以另外一个身份 自己介绍吧 我我那我说点什么好啊 呀呀呀呀呀呀 别这样 哎呀妈呀我太紧张了 你们老鸡东了 哎呀妈老鸡东了 收收收 做了那个怎么说 十来年的主持人 嗯 从来没做过这边 就是从来没有不长机啊 做到一个嘉宾位上来了 我跟你讲真的 我做十年的主持人了 就没做过这边 从来都是我采访别人 没被别人采访过 嗯 那要不先分享一下 你现在心情 那你说 你说我第一次那个受人采访 你说我激动不激动 哎呀妈呀老激动了 相当的 嗯 怎么能说是老激动呢 那是什么呢 那是相当的激动 好 其实我们这么废话半天 还是没把我们这个主要的 这个身份说出来 你得说明白了 来干什么 对来干什么 对不对 对这个 其实今天孙桥的身份是什么呢 是华轩剧社今年年度大戏 雷宇当中的鲁棍的扮演者 嗯 我是一个演员 哎 今天以演员的身份啊 要抛开自己这个主持人的身份啊 那行 我就回归演员嘛 对 最简单的 嗯 今年雷宇啊 2012年 我们这个华轩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嗯 云集了华轩最厉害的演员正容 这也别太那个太吹了 是不是 实际情况嘛 对吧 但事实也就是这么回事 你看 你看啊 这个就特别特别不低调啊 这个啊 我这边你知道 我这人本身也不是一个低调的人 是吧 嗯 那今年在 其实前期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宣传啊 包括有很多的文章也都出来了 现在几乎你拿一份本地的这个免费的杂志啊 还有包纸啊 几乎都可以看到 我我我一帮朋友就是说 嗯 他们在拼命的去拿着杂志拿着报纸去给人看 说你看这是我朋友啊 你过来来看这些啊 这些特好看 我可高兴了 这段时间几乎打开一本就是我们的 而且呃篇幅都挺大 对 我看有很多都是这个甚至是八页到八版 八对八个版本八个版面啊 非常的多 如果说是之前我跟你讲 就是说我刚加入那阵啊 花旋在报纸上有个豆腐块 嗯 这不是一块豆腐啊 是吃豆腐切根 四分之一块是吧 切个小丁一样那样的话 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我说哎 这上有我们的拿小小一个照片 但是你你也知道我 我现在加入剧社跟我刚来那六七年以前的截然不同了 我们剧社也有天长之别了 嗯 怎么样 想说点什么今天 其实我想说的是因为在这么多的一些采访的篇幅当中 因为每个主持人都有采访 但是当时采访到孙桥的时候 中间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你还看了还是啊 也就是说我不能看是吧 我我我其实我 就是说意思就是咱们这东西不是给人看的是吗 我我自己采访的时候就是当时城市周刊的一个 一个美女叫Echo 嗯 然后很热心在这待了一整天 她写完那篇文章以后呢 我就 我我有的时候很高调的 有时候也挺低调的 我一看那文章中到处都提着我的名 我就不好意思了 哎呦 你说我看的到时候我在脸红了 我在失了态了 所以这这种东西只好拿到那个家里放在那个床上 躺在被窝里拿着下手 偷偷摸摸看 然后偷偷的 没事自个偷着乐是吧 就千万别在那个外面场合看 要不然失忆啊 当然了 我我我想说的是当时孙桥说了一句话 让我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 说说 对说的就是说雷宇这部戏我演了之后 是让我在我多少年之后都值得回忆 而且都能非常骄傲的说我演过雷宇 我那原话是就是我养过花轩的雷宇 这是我到了80岁还可以跟孙辈们炫耀的资本 雷宇对你真的这么重要吗 雷宇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第一次接触化剧是在2005年 2005年的时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叫Alice Alice Wong 各个加入剧社 然后把我带进剧社的 我当初加入剧社的时候 正好是剧社的一个困难时期 我们那个时候挺幸运的 在2005年的时候牵手了胡林孙 王慧丽两位老师 这两位老师愿意来我们剧社 来给我们指导 但是华轩当时面临了一个 那个时候真是没人没钱 我就说过那话了 演员的断层造成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有门人演 你看我们今年现在一个角色 是不是好多人在竞争啊 想演这个想上想上台 但是当时是有这么重要的角色 居然没有人来 我第一年演的话剧叫叫日出 那个是曹宇先生写的第二部戏 他不像这个我们说的雷宇 这么跌宕起伏的剧情 日出呢是雷宇的话 你等于说是曹宇先生 大概23岁写出来的 日出的话大概是26岁 就三年以后 他的曹宇先生的人生观 世界观 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 他比较喜欢日出这部戏 虽然说这部戏的话 可能在整体知名度上不及雷宇 但是他这人物的刻画 丝毫不逊于雷宇 我可以这么说 出场人物也更多 其中像那个潘月亭啊 陈白露啊 这个张乔治啊 还有我当时饰演的这个管家 王福生都很鲜活 那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要演这个戏 要演日出 在06年的时候演日出 你就必须得把曹宇先生最有名的 就是雷宇你得先看 所以呢 看日出跟雷宇 这两部戏是一起在看的 当然当时主要是研究日出 雷宇小的时候就读过 是 但是没读懂 小时候不懂 你小屁孩十几岁的时候真不懂 等到了那个 等到了06年的时候 再看雷宇 哇 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看的网络版本 我站 我是站着看完后两幕的 哇 是是是怎么回事呢 我感觉就是说 我有一种 就是很压抑的那种 憋传不过来气那种感觉 我看开始看的时候 我是坐着看的 可能就是那个 有点靠着那个椅背那种 看着啊 后来我发现我这个 气儿升不上来了 就就感觉憋得慌 然后我直着 离屏幕很近在看 你各位可能不理解啊 但是我们搞艺术的人 就是这特别 特别感觉那种 第三幕的时候呢 看到前边 还有点畅快淋漓 就是看到这个 这个鲁贵骂人的时候 我还觉得有点有意思 越往后面看 到第三幕后面 我就我就站起来了 我屏幕换了个角度啊 往上看 几乎是在 第一 那一次感觉 我就感觉 戏剧张力太大了 转不过气 转不过气 然后压抑 到最后看到 真相大白的时候 然后 到最后结局的时候 浑身在发抖 其实雷宇的这样一个结局 我们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真的是一个 家庭的巨大的悲剧 是 我两点钟看完这戏 我睡不着觉 我印象特别深 这事就是我这么说的话 今天采访我就说 我之前从来没说过 但这个事是真的 我就想如果要是 那个舞台上有一天 能演这个戏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 我跟王老师也说过那事 但是王老师说 以我们现在的水平 还演不了雷雨 那06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那些演员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老师说 我们现在演不了雷雨 我说那我们明年演雷雨 老师说我们看看吧 这个老师说看看吧 一拖就拖了 从06年一直拖到了2012年 是 也到了华旋第十部戏了 也是华旋步入第十年的 刚过完九岁生日 就叫步入第十年 我们现在这个阵容 才敢碰这么一个经典的戏 因为时代被人翻牌太多次了 你演不好的话 你压力多大 是 其实刚刚孙桥也说过 在06年的时候演日出 那么日出的时候 人会多一点 分担的戏份就会少一点 对 台词就会少 你每一 作为到每一个演员的压力 可能会多多少少会小一些 对 但是今年雷雨一共是 八个演员 八个演员 没错 对 八个演员 两个家庭 每个家庭四个人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 这个辅助的演员 对 这样的话 就是压力分担到 每一个人身上的 这个担子非常重 每一个人的戏份都很重 是 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主角 因为他们跟这一个整个戏里面 他这个关系太复杂了 所以每个人旁之末节都会要承担着很重的戏份 我我也在这个之前在跟这个雷雨组的朋友们沟通的时候 就是也都在跟我说啊 说真的是咱们现在到这个份上了 以前不敢碰 所以以前真的觉得这份没到 以前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嗯 华选也是以学生为主啊 学生就是当时可能大家都在学生的状态会多一些 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离开学校也不过才几年吧 嗯 呃 你想我是04年大学毕业的 对04年毕业的嘛 嗯 那我当时06年这也才离开校园不久 我们当时都是学生几乎 嗯 就包括现在我们这些主演当时还在的 嗯 那这还都是学生 是 包括Lucy 包括SK 包括Eugenia 当时还都是学生 嗯 呃 我们这开始本身就是一个以学生为主的一个社团 嗯 现在学生也很多了 嗯 但是沉淀到现在 嗯 这个学生已经退去了 开始都是成为一个社会人了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每个人对于雷语也都有了不同的理解了 嗯 就比如说我们就讲最简单的 比如说这个周平啊 我们的这个郭子庆演的 那他的这个周平大少爷就是30岁 嗯 那现在郭子庆的年龄也就和这个差不多了 周平啊 周平应该是27 8 嗯 差不多了 就是正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可以来体会他的一个年龄 你可能在23 4岁24 5岁的时候 你很难去体会他究竟一个男人在想什么 人的男的我觉得有时候真是啊 嗯 有人说到有人说到25岁以后男人变得不一样了 有人说30岁变得不一样了 其实我感觉25岁到30岁这段时间是人学习的一个男性学习的一个非常质变的一个地方 嗯 过了这个年龄段以后就再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变化也主要就是来源于呃从学校退去 经历了更多以后 没错 你就有了更多的体会了 步入社会那个有更多的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嗯 在商场上嗯 在职场上学到的东西 嗯 这些融入在你生活中之中 嗯 就变得不一样了 嗯 嗯 我其实还有一句话 我特别想说 当时我记得我和孙桥聊天的时候 孙桥当时 哎 半开玩笑半认真吧 其实可能更多是人说 这个华轩剧社 嗯 这个 只要是华轩剧 就是一个是SK的这个老爷 嗯 和这个孙桥演的坏人 只要这两个人演了 就没有人敢抢 这个不是 你比如我 我其实就就事论事啊 嗯 这是今年因为我跟SK呢 我们两个是演员组组长嘛 嗯 这个演戏时间也比较长了 之前你也采访过SK 没错 然后我在星期二的时候 也采访过他 嗯 他03年就来剧社 嗯 那就比我资格的老了 嗯 他的来时间比我还早几年 我们几个老演员呢 坚持到现在呢 嗯 不得不说啊 除了对戏剧的热爱 我们学到的东西 真的比新来的人学的是多的 嗯 嗯 我有时候就说这个 今年叫Open Audition嘛 嗯 就是服气跟不服气的事 嗯 就是说Open Audition就是谁都可以挑战 嗯 我把这个时间空出来 你有 我有这个手类的权利 嗯 你有挑战的权利 嗯 你敢过来挑 那就是说 你只要有这个份儿 有这个本事 嗯 这个角色就是你的 对 我们今年不是看那个 谁资格老 嗯 谁长得帅 也不是看别的 嗯 比的就是艺术上的实力 嗯 你如果是觉得 你看今年像那个 包括繁衣啊 嗯 包括四份儿啊 嗯 这几个都是 有很多人竞争 好多人去去去竞争这个 我们以后也作为滑旋以后要走的一条路 嗯 我们会每年都做Open Audition 嗯 让更多的人去挑战 嗯 即使是不成功 你毕竟经历过 有过这样 呃 一次的试炼 你会说 配角也敢挑战主角 嗯 我跟SK今年就是零挑战 嗯 没人敢 不是 不是没人敢 我就觉得 呃 就是没人敢了 怎么样 怎么样吧 怎么样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作为这个 不管是SK的老爷来说 还是说 孙乔演的这个鲁棍来说 这两个角色 都是有很大戏剧张力 而且是需要很大功底的人 嗯 才能去把它掌控住的 我再表扬你 你笑吧 哈哈哈 压力也大 也挺挺多压力的 挺多压力的 那个 毕竟今年那个年初的时候 我跟我们几个巨社的那个好朋友 去黄金海岸去玩 嗯 当时我跟我们负责人 就是Gordon 嗯 我们住一个双人房 我在这边 左边是床水 他在右边那是床水 嗯 当时过来过圣诞节嘛 Gordon就跟我说 哎 乔哥 今年那个戏的卖力气啊 你演的是鲁桂啊 嗯 我说我知道 鲁桂啊 这个戏 你想这个成戏 在一九三几年的时候 嗯 一直到现在 这是一个活灵活现 生活在人生活中的人 是 即使过了 你看将近一百年了 嗯 你会最有共鸣的就是鲁桂这个角色 嗯 因为他饰演的这样一种 他表现的一种贪婪 他表现的一种下作 他龌龊的去去剥削自己的女儿 从女儿身上去扣来钱 苛扣女儿 不是从从 等于说他从女儿身上骗来钱 然后满足他自己的欲望 他要赌博嘛 嗯 他明知道就是说 大少爷跟就是这个 自己的女儿 后妈 嗯 后儿 有这个事 但是呢 他也知道这大大少爷 这人这性格是这样的 但是他极力撮合女儿 嗯 跟这样一种人在一起 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女儿才是他 唯一的 摇钱树 还有一个唯一一个一步登高的 嗯 这么一个筹码 所以在说他爱女儿 他有爱女儿的地方 但他更希望用女儿来给他换来更多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他的贪婪 嗯 他连自己的亲生女儿 至亲骨肉都可以这样 所以 嗯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坏人 嗯 但是 你看平时他的那个骂人也好 嗯 跌了骂了都有啊 他他的这个戏里是脏话 是很多的 是 嗯 随地吐谈 嗯 他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小人物 嗯 但是这个刻画 我觉得作者刻画的 他用了非常大篇幅来泄露贵 我看了一下台词 基本只赐于这个四份周平跟繁衣 嗯 比其他任何人都多 他等于说笔幕非常多的这么一个角色 刻画非常的成功 嗯 大家去剧场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鲁贵了 当然是我演的啊 而且就是最让人引人入胜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部剧第一个出场的我们也不需要卖关子了啊 嗯 第一个出场的就是鲁贵啊 对 鲁贵速速出了一段故事 嗯 那个活灵活现 我觉得真的是跟这个孙桥平时的功底有很大的关系 一是做主持人 平时还会说相声 嗯 那个感觉哎呦 当时一听所有人就进去了 嗯 就被这个孙桥给带进了那种雷雨那样一个烦闷的家庭的故事当中 嗯 你这个是怎么样来训练这一段 这个你这不是来你不是来的晚吗 我03年的时候我02年加入电台吗 那时内以前我03年开始说的那套评书就是小李费刀 啊 所以本身我就是一个评书演员 我本身那就知道该如何把人带入这个故事的情境之中 嗯 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一和图不能治国 暗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 你看你看 上回书说的小李飞刀李兄 就是就是会说嘛 嗯 这个毕竟也会打后来呢不说书了开始学相声 嗯 嗯 知道就是我们等于说在经常上台的人呢 知道如何把各位的注意力给抓过来 嗯 如果我在上面说相声 呃 说这么一段大家底下不乐 那没法活 是 所以其实说相声也好 说评书也好 是半个心理专家 嗯 知道如何把大家的注意力引过来 让大家留住听我讲 这就是我们的一能代吧 就算是 嗯 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是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啊 在这次鲁贵的刻画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 尤其是在这个开场当中 开场说鬼嘛 嗯 那你你得让人觉得有意思啊 嗯 才能往下往下继续去看这个戏 嗯 这个说鬼本来不是原计划的第一部分 你应该之前看过我删掉了鲁贵啊 删掉了三分之一的台词 嗯 我台词大量的被删减 呃 几个原因 嗯 因为如果把这个戏案原作从头来的话不删减 嗯 大家可能要做三个半小时不止 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体验了 而且作为话剧来说三个半小时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太累了 你如果那么长时间的话 一个观众看着压力太大 是 啊 这个你想想 你等于等于说晚上七点来的话要看到将近十一点了 对 十一点 那六点钟来的话也要看到十点 嗯 我们今年充分的考虑 那么今年华轩的话呢 不光是中间加了一个休息的时间 嗯 而且就是说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 门口有卖水的这些 为的是什么 就是让观众呢看完了戏以后 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不至于太累 嗯 如果大家回去以后这个第二天很疲乏 这是我是不是不是我们想象的 对 尤其雷宇是这样一个非常压抑的一个剧 对 很容易让人觉得有点精神崩溃 当然这精神崩溃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至少有一点从中海南角度上面来说 嗯 我看过两次我们的内部公演 对 我两次到最后都是潸然了一下 嗯 真的是控制不了这样的一个情绪 嗯 所以你看既然是这样一种戏的这种氛围的话 那更要让更要让观众们看得这个舒服 嗯 所以说删减我的戏呢 嗯 不是问题 嗯 虽然说这个可能 作为演员来说谁都不愿意背山戏啊 山戏就说明自己发挥的时间变少了 嗯 山戏就证明自己背的台词辛辛苦苦的就没有用了 嗯 山戏就证明了呃上台的时间变少 跟观众表达你自己对这个决策的理解时间就少了 但是为了整体戏的完整 有必要 嗯 有必要进行各式的删减 让大家从因为第一段主要是叙事嘛 嗯 就是我介绍这个家里的这些情况 其实用简单的语言 我后来等于说我们把这段呢 不是说完全删掉 嗯 对吧 拿他的意思 但是把它简化 简化 嗯 那我们试了几下 效果还不错 挺紧凑的 嗯 嗯 一个紧凑的一种流程 让大家看着也舒服 然后整体 我 所以说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一个角色 你是 这个主要演员也好 你是Cast Captain也好 嗯 你为的是这个戏的服务 所以 我们做话剧 跟电视剧 电影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推出的是整部戏 而不是一个明星 没错 就不管是谁 更何况我算不上明星 是不是 那每一个人都是为这个戏服务的 让整体看得舒服 这才是最重要 嗯 好 那我们刚刚和这个孙桥聊了这么多啊 这个上半段的时间也就快告一段落了 你还这么快就过去了 别急啊 还有下半段呢 妈 我 我这还没锁歌 留着下半段 继续锁 那行 那待会回来再接着 好 来 听一首歌曲 来自于李克勤 雷宇 一会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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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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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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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